溶解是一个化学术语 指的是将一个或多个物质在液体中彻底混合并分散的过程 从而形成一个均匀的溶液 在溶解过程中被溶解的物质称为溶质 而将其溶解的液体称为溶剂 溶剂的粒子分散在溶剂中 但它们并不改变化学性质 以下是关于溶解的一些重要概念和特点 溶解度 不同物质在不同溶剂中的溶解度各不相同 某些物质在特定溶剂中可以轻松溶解 而在其他溶剂中则可能不溶解或只有极少量溶解 饱和溶解度 当在特定温度和压力下溶解过程达到平衡时 所能溶解的最大量的溶质已经溶解在溶剂中 此时称为饱和溶解度 如果继续添加更多的溶质 它将不再溶解而会以固体形式沉淀出来 温度影响 溶解度通常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但也有一些物质例外 在一些情况下 提高温度可以使某些物质更容易溶解 而在其他情况下 降低温度可能会有相同的效果 浓度 溶解度还与溶质在溶剂中的初始浓度有关 通常当溶质浓度较高时 它的溶解度会减小 应用 溶解是许多化学和生物学过程中的关键步骤 它在制药、化学制品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化学研究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 例如将药物溶解在药水中以致被口服药剂 或者将固体化学品溶解在水中以致被实验溶液都是常见的应用 总之 溶解是一种物质分散和混合的过程 涉及将溶质分散在溶剂中 形成均匀的混合物 它受温度、压力、溶质浓度和溶剂性质等因素的影响 在化学和生物学中 溶解是许多关键过程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